衝到梅花 颱風外圍懷樂的影響 南投五界部落這裡 溪水也爆漿 水流湍起 十一號 下午三點 有攀登 甘卓萬山 返程的隊伍四人受困 昨天晚間又有一隊四人 在同一個地點受困 五界派出所遠景兩度冒險 拉起繩索 協助山友們 逐一來涉溪脫困 過程很驚險 有一位女山友因為水勢過大 遠景背著她過溪時 當場被嚇哭 遠景背著女山友 雙手緊拉繩索 冒險射溪 底下就是湍急溪流 睡深激腰 女山友當場嚇哭 現場水勢猛烈 另一名山友 在射溪過程中差點站不穩 遠景拉近繩索 大聲指揮 過程超驚險 往下手沒有關係 受梅花颱風迎向 南投五界部落 力氣息暴漲 十一號下午三點 有一支攀登 甘酌萬山的登山隊返程 不敢貿然渡溪 向遠景求救 慢慢走 慢慢走 才好才好 遠景取繩索過溪到對岸 由山友逐一拉繩子射溪 其中一人因為體力不支 差點被湍急溪水衝走 其中一名山友在救援過程中 因體力不支被溪流衝走 隨即被遠景拉回救回一命 平安獲救 沒想到晚間九點 在同一個地點又有六人登山隊下山 溪水變得更湍急 加上夜間事先不良 遠景再次前往 用同樣方式救援 短短六小時兩次救援 還好十位登山民眾都能平安下山 但也讓波利是大人累翻了 記者魏少宇南投報道